8月13日,黄子涛恋情疑似曝光,二人同吃一份甜品,在涛妈面前大修恩爱,之后女方身份被巴是韩国人,颜值颇高。 恋情曝光的当天,黄子涛正在北京某摄影棚拍摄广告,当天他穿着一身黑衣,打扮相当低调,完成拍摄任务之后,他在摄影棚外面站了两久,在众多工作人员面前抽起了门烟,一边抽一白白头刷手机,表情严肃心事冲动的样子,似乎在关注自己的恋情被包过后,网上的舆论和后续情况,相当认真,刷完手机,黄子涛带着小助理上了一辆橘红色的超跑,扬长而去,好气十足,如此前眼的一辆豪车想不引起狗仔的注意都 因为是恋情刚刚曝光,所以被狗仔跟拍很正常,警觉的王子涛上路后很快就发现了跟他的车辆,非常难甩掉,王子涛无奈之下路边停车,以致理论了起来,本以为真性情的他会大发雷霆,狂飙脏话吓退狗仔 但万万没想到,王子涛却笑嘻嘻地递给了摄影师一瓶矿泉水,之后一顿热疗,这性格也是相当可爱了,估计被重新的狗仔本人都懵逼了 为此网友们纷纷评价真是小机灵鬼一枚,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